來 已經知道某熱飲店當中 總共有20位客人 好 這邊總共有20位客人 在20位客人當中 喝茶著有幾人? 10人 喝咖啡著有幾人? 7人 兩個都喝有幾人? 4人 好 麻煩你先不要管題目為什麼 先把這個圖表畫出來 其實畫這個圖形的時候有一個關鍵點 一定要先算出中間 先把中間算出來 剩下就好解決 那題目很有愛心 他告訴我什麼? 兩個都會有幾個人? 有幾個人? 有4個人 所以說這次要來喔 喝茶有10個人 這有4個 這有6個 喝咖啡有7個 這有4個 最有幾個? 3個 這3塊相加是幾人? 13人 加上這塊 全部相加要幾人? 要20人嘛 對不對? 所以說相加是13人 可見這邊是7 7出來了 所以說老師問你什麼叫A? A是什麼? 喝不喝茶? 喝茶 但是不喝咖啡有幾人? 有6人 BA 兩個都不喝有幾人? 有7人 是不是就好了? 所以A加B加起來是7 13 這樣可見? 可以嗎? 把這邊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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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